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825章这才是王道 这个位子是好 可是他也要有命在这个位子上待才是啊 你真的很热爱你的事业吗 叶浩轩突然问道 王八蛋才乐意混这条路 豪哥骂了一句道 说真的 我们这条路的人 可以说是坏事做绝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不干的 但是有一点 人心都是肉长的 有些时候做有些事情 我们也是不忍心的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 我学历低 想在海外这种地方混得风生水起 也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了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 我还不如美国这里一个要饭的 我说真的 豪哥似乎是说到了伤心的地方 我是从别的地方偷渡过来的 我那个时代 美国老对于偷渡的事情管得很严 他们几乎从来不给我们这些人留一点生路 我们白天打着黑工 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把一只耳朵竖起来 怕的就是万一警察突然来查房了 我们跑都跑不掉 提到往事 豪哥不由得唏嘘 往事不堪回首啊 当初那个一腔热血 到了这里 却要东躲西长的小伙 现在混到了这条路 你能这样想就好 叶浩轩道 如果你觉得 的话 值得你为他去拼命的话 你可以想尽办法 去找那个女人 也可以把我给抓住 向他去请公 但前提是 你有这个能力 不敢 不敢 豪哥脑门上的冷汗嗖嗖的 他又岂会听不到叶浩轩的话 是对他警告的意思 多谢叶先生提醒 我以后会注意自己的行为的 而且 我也会考虑考虑我的人生 毕竟 这条路终究不是正路 豪哥连连点头道 如果说 你自己有那种地位 而不受任何人约束呢 叶浩轩突然道 豪哥双目一致 他的呼吸瞬间粗重了起来 叶浩轩说的话 他没有想过 也不敢想 他想的最多的 还是把周锋给弄死 然后得到先生的重视 在唐人街这一带混得开 也就够了 叶浩轩的话 他从来不敢想 可是这句话说的太诱人了 豪哥忍不住往那方面想 越是往这方面想 他越是感觉到冲动 是啊 谁愿意一直寄人篱下啊 如果他有先生的位置 又不受任何人的约束 那多自由自在 他不用成天被派一些名 知道完不成 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的任务 他也不用在事情失败以后 在某些人的面前被骂得狗血淋头 我 我行吗 豪哥结结巴巴的说道 他有些不敢想 但又忍不住去想 真的 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走到那个位子上 这太惊人了 为什么不行 叶浩轩笑了笑道你也是人 你也是男人 你同样有抱负 有野心 你为什么不能取而代之 可是 据说的后面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 豪哥还是有些犹豫 那又如何 叶浩轩笑道一个青龙集团而已 你真的认为 青龙集团是牢不可破的 豪哥沉默了 其实叶浩轩说的话 也不无道理 人都是有野心的 他已经不甘于现状好多年了 心里一直有一根倒线 而叶浩轩 只不过是把这根倒火线 无限的放大了而已 你说的 都是真的吗 豪哥有些心动了 你确定 你知道青龙集团是什么地方 我既然这样说 那就做好了准备 青龙集团是什么地方 我比你清楚 叶浩轩淡淡的说 豪哥陷入了沉默之中 他一时间有些犹豫 说真的 如果单凭他自己一个人 他是绝对不敢动这些主意的 可是叶浩轩这么一说 他竟然心动了起来 不错 他是心动了起来 因为他觉得叶浩轩不是一般人 他既然这么说 那就一定有他的道理 虽然和叶浩轩接触的不多 但叶浩轩那有意无意间露出的一点手段 却是让豪哥佩服不已的 你为什么要帮我 豪哥问道 这是他心中最为疑惑的地方 他觉得无视献殷勤 非奸及道 叶浩轩和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关系 要说叶浩轩会帮他 他有些不相信 因为我在唐人街 需要一个盟友 叶浩轩笑了笑道 我帮你上位 然后 你给我提供一点 我需要的东西 而我不是你的老板 只是你的盟友 怎么样 虽然我给不了你太多 但是 我可以给你的东西 却是别人给不了的 是什么 豪哥真的心动了 自由 叶浩轩达到 以及凌驾一切之上的权势 怎么样 容我 再考虑考虑好吗 豪哥站起来道 好 叶浩轩微微的一点头道 考虑好了 随时去联系我 不过 我的耐心有限 如果你考虑太久 或许我会去找别人 我会在三天内做出决定的 豪哥咬牙切齿地说 叶浩轩倒是不急 再者这件事情 原本就有些难以决断 吃过饭以后 叶浩轩和许若梦 一起离开 期间许若梦一言不发 你想问什么 问吧 叶浩轩突然笑了 他觉得 许若梦一服犹豫再三的样子 很好笑 他想问自己些什么 但是又有种 那种不知道从何问起的感觉 我想问 你到底想做什么 许若梦定了定神 终于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豪哥那种人 本来就不是善类 我爸很反感别人和他走得太近 这个我当然知道 叶浩轩点点头道 可是这些人 社会上到处都是 绝不了的 绝不了 又跟我们没有关系 他走他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大家互不干扰就是了 许若梦道 你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叶浩轩苦笑了一声道 周风死了 而在周风的上面 还有一个叫的家伙 而在的身后 站的是一个青龙集团 我想你不知道 青龙集团是什么吧 不知道 许若梦摇摇摇头道 一个国际性的杀手组织 在个世界上 没有他做不成 或者不敢做的事情 叶浩轩淡淡的说 周风算是这个组织的外围人员了 我们和周风的事情 迟早要败露的 与其等这家伙壮大以后 听从青龙集团的命令来找我们 我们倒不如先发制人 收了他 并借他的势力 与或者青龙集团 慢慢地周旋 我总觉得你有另外一层野心 告诉我 你的野心是什么 许若梦突然转过身 看这叶浩轩道 我没有野心 叶浩轩诚恳地说 要说有 那就是我只想一整堂 所有人都平平安安的 不想让你和师父 因为我受任何的伤害 但是 我们已经沾染上了青龙集团 他们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 也不会轻易放过一整堂 所以 我觉得 我们该发展一下自己的势力 我这么做 只想护你们周全罢了 许若梦盯着叶浩轩 而叶浩轩也坦然地看着许若梦 他始终没有从叶浩轩的眼里看到什么异常来 要说有 叶浩轩双眼里的眼神只有真诚 我总觉得你有另外的企图 但你说的这些话里面 我还看到了真心 最终 许若梦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道 一枕堂在这里很低调 也很平静 我爸只想让一枕堂的传统传下去 他并不想让一枕堂出意外 你懂吗 这些我懂 叶浩轩道 要说 我有另外的企图 那只能说我的企图就是想壮大自己 多一些保护自己的手段罢了 叶浩轩苦笑道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危机感 许若梦皱了皱眉头道 你在这里 很安全 我不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我的身份沉迷 也因为我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叶浩轩笑了笑道 我总觉得 我的受伤 还有我的失事 是有原因的 不管怎么样 我要弄清楚这些原因 仅次而已 好吧 许若梦无奈地摇摇头道 我被你说服了 多谢理解 叶浩轩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道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轿车停到了叶浩轩的跟前 从轿车里走出来了一名保镖 这名保镖 叶浩轩认识 正是上一次做慈善时 遇到的杨家千金杨山的保镖 不过上一次这家伙一出场 就被卖冲波给鸡晕 最后还是叶浩轩 救了杨山回去 哦 尊敬的叶先生 您还记得我吗 保镖向叶浩轩微微地一句公道 当然记得 呵呵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不会是专门来找我的吧 叶浩轩有些意外地说 当然 我们家小姐 请叶先生和许小姐到府上一坐 保镖一低头道 有事 许若梦道 珊珊最近怎么样 杨小姐很呐 他只想找你们聊聊 没有其他的意思 保镖耸耸肩膀道 换句话说 就算白友 我也不太清楚 要知道 我只是一个小保镖罢了 走吧 去杨小姐家里看看 叶浩轩笑了笑 他托杨山山办一些事情 现在他应该有眉目了 否则的话 他是不会来找自己的 我会想找你 那么多久 让你也可以找你